Hello,大家好,我是阿飞 然后的话,昨天这个黄豆从楼上跳下来 说实话,我担心他一天 然后到现在 然后昨天晚上大家的评论 有的评论说的也挺伤人心的 说实话,我就不在这里读了 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昨天说我犹豫了 我说要不要带这个黄豆去这个医院 有的粉丝说你不是应该立马带他去吗 还犹豫什么,对不对 有什么好犹豫的 说明你根本就不爱黄豆啊 对不对,就是这样 因为就是因为,对吧 家里面经济条件有限 再加上车也没在身边,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确实是没有带他去啊 然后在这里和大家说一声抱歉,真的是 然后今天的话,菲菲待会儿就开车回来了 我跟他说了,等会儿我要去许长海带黄豆 去做一下身体检查 就是这样 这个检查肯定要做的啊 因为毕竟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万一他的身体里面哪里,对不对,有啥问题了 真的是,然后就据我的观察 他的耳朵一直都后面搭蜡着啊 就像和昨天视频一样,他的耳朵一直往后面搭蜡着 就是这样,这小鸡鸡也不是,也不胀了啊 之前都胀了厉害啊 就是这样,我现在观察到的能看到的是这两点 但是具体不知道他身体里面有没有什么器官,有没有摔坏 就是这样,我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说啥我得带他去检查一下 对不对,就图个安心,对吧 就害怕他再出啥意外啊,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至于给他放楼上还是放楼下 然后说实话,我都很为难,说实话 因为不管我咋说,大家都在说阿飞在狡辩 就是这样 我也特别为难 但是今天先带他做检查 做完检查之后再说这个事,好吧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带你做检查啊,今天,好不好 你没事了,我也安心了,你也安心了,对不对 想咋玩咋玩的,是不是 就是这样啊 那么高地方摔下来 真的 大家不是富裕家庭 你要不要怪我昨天没带你 立马带你去,好吧 今天想想还是得带他去 发光媒体也得给他看这个病啊 真的是开玩笑了,不至于啊 现在等飞飞啊,回来 等他回来我就立马赶快开车带他去 真的是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 真的是吓死我了,真的是 这么高,天哪 然后刚才飞飞给我发信息了 他就快到了啊 我这边准备一下啊 就是这样 反正是最好是没有事情啊 不管黄队有事没事 做个检查 大家放心,阿飞在心里面放心啊 就是这样 好了,你不要干啥了 然后现在飞飞已经回来了啊 本来我说让他在家睡觉啊 因为他上了夜班嘛 都快中午才赶回来啊 就是这样 但是他现在他不放心 这个也有点不放心黄队啊 再加上他有点不放心我啊 他说我好久没开车了啊 然后说也跟着我一起去啊 他身体也不是很舒服啊 所以说的话我让他再坐在我旁边休息吧 就是这样 然后赶快就出发了啊 到地方了啊 哎呦,晕沉了 有点杂住嘞啊 哎呦,我的天啊 然后我现在已经带黄豆 已经到雪昌这边了啊 给他带下来 家伙是晕车了 还是身体不舒服啊 不知道啊 让飞飞在车里睡觉啊 就不让他下来了 快折腾了啊 走 走 哎,医生啊 就是坐钩这个 我给你说一下 坐钩这个这个叶 跟他家路上跳下来了 说得好 哦 就是跟路上跳下来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甩住那儿了 我说怕有啥内伤 他比较高的 弄从哪放你知道啊 弄从哪放比较高的 他一向就跳下来了 我的天哪 要是瞎的 哎呀 我的意思 要不要拍个片监察一下 我说你起初监察一下 哦 监察一下 我说要不然 哎呀 这水有点凸了 难一点 可能是晕车 我之前也不晕呢 之前 这会有点晕呢 之前也不晕 我想说是不是他神地被我啥 稳地了 看着我玩的 看着是没事 对 但是我想说跟弄高跳下来会一点事都猛 是不是 我感觉就是这 要不监察一下吗 拍片子 拍片 拍片子多少钱 拍片子 把这一张 把这一张 拍监察一下吗 要不 监察一下 赖都赖了 是不是 趁原来举例 开我 有小事的车 对你这 赖都赖了 监察一下吗 放心一点 这话 太高了 弄从哪放行 一样样的 他敢堆下来 那要是我认了 这也都 对不对 黄豆有个五六万元 这家伙晕车晕得有点厉害 他干理说不应该 他之前他不晕车的 不知道为啥 这这这 搞不懂 反正来都来了 给他检查一下 给他拍一个 拍一下 放心一点 就是这样 真的是 臭死我了 听话啊 听话 检查一下 没事 没事都放心了 知道了 嗯 肯定拿了道 下来都捏了 嗯 啊 给他拍个片 检查一下 哎 估计是屁股就是屁股那桌地 那样头桌地呢 都不得了了 是吧 那头桌地 我估计 那那那那地下可是水泥边的 水泥底 它不是土底 那都危险了 这一切多仙境 家伙 可以吗 可以 好 嗯 好 好 嗯 没事 有事吗 没事 这够小眼睛还是他骨头软的 不能搞硬度 我就看能搞举例 我说都看着瞎死人了 年龄消 那估计他是一跃下来了 我的天哪 你这真是 要担饭搬住那儿气管 搬住那儿都搬碎了 我估计 没事 好好好 没事都中 陪陪陪儿放行李 哎呀 放行李 给他戴上 戴上戴上 没事就放心了 慈性不虚了 只要慈性不虚 他不给家伙挑担心 怕他有啥意外 不会 走 姑娘 没事 哎呦 健康的 他挑起来 瞭台 找他叫狗万 我说他这盆 真整 真是的 哎呀 你盆也太大了 好 多少钱 我付给你 拔射 拔射 好好好